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陪你妈坐月子 没有啦 因为以前小时候呢 是这样子啊 我们比较传统的方式嘛 就是一般坐月子都是家里做的 然后在家里呢 有我婆婆在照顾 那老人家通常都比较懂得怎么去照顾这些坐月子的妈妈嘛 对不对 所以生了孩子 那时候我是生了我的妹妹嘛 那时候就不算是陪 但是呢 我们会有特别准备一个房间 我不懂为什么 我到今天都不懂为什么 特别准备一个房间给坐月子的妈妈 然后 因为还小啊 那个时候啊 所以会黏着妈妈咯 就这样子 我有这样子的经验啦 我也是有陪我妈妈坐过月子 那时候是我弟弟出生 基本上我对于这个印象 其实不会很深刻 我只记得这个坐月婆 然后她一直抱着我弟弟 然后她每天在煮很香的东西 然后我就想吃 有特地请一个坐月子的这个 对 到我家来 然后那时候我家就感觉好像有两个女佣 但是我觉得好像把坐月婆当成是女佣 这是不对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我记得就是在我身边的一些朋友 包括我妹妹 她生孩子的时候过后 就请一个坐月子的这个父女过来嘛 突然叫坐月婆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怎么宠物她 然后就 她是从早做到晚上的 晚上到过后呢 她们就有一些是没有回家 又准备一个房间给她睡 但有一些是有回家 各天就再来的 然后我妹妹那个第一胎 好像是没回家的那个时候 就好像真的这样用人家 但她就负责就服侍我妹妹 就服侍这个产妇 是的 还有我的话还会照顾宝宝 这样子 不过呢 其实现在的很多人都已经是 比较少早这些坐月婆了 她们比较多是送去家附近的这个月子中心 据我所知是这样子的 我身边的是有两种 一种是送到作业子中心 一种是真的还是请这个 作业婆过来的 我觉得我的前提是看家里有没有老人家 一般上如果家里还有老人家 而且老人家又懂得 大概懂得一些怎么样去照顾这个孕妇 或者产妇的话呢 不是孕妇是产妇 那应该通常都会请作业婆到家里来做的 而且是 我不懂是跟钱有没有关系 因为一般人会觉得说 作业子中心啊 可能会要那个消费比较高 还是说要搬东搬西 全部都搬去那边比较复杂 很麻烦 所以她们就不那么做 有可能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吧 是的 好不过呢 当然这个坐月子中心 我作为也没有 我这个年龄成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去坐月子 那你要加油了 还有很多人要加油 那好 那不过呢 我们现场呢 就请来了两位嘉宾 她们呢 是这个 Mambo Mambo 妈宝的作业子中心的 这个负责人 其中一位就是 Jenny Jenny早上好 嘿大家好 我是Jenny 是 那她也是呢 这一个 这个育儿院院长 兼这个游戏行为治疗师 听起来 这个我觉得很有趣 等下要聊一聊 这个游戏行为治疗 是怎么一回事 是的 那还有呢 就是第一位 也就是这个 Mambo 这个作业子中心的院长 也是Mr.Chin 早上好Mr.Chin 早上好 我是Mr.Chin 或者可以叫你阿兴 比较有亲切感 阿兴 听起来好像 亲切就很很旺旺 基本上就是大哥这样 阿兴哥 是 那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作业子呢 就是 主题还是围绕在是这个作业子的一些一些知识等等吧 对对 还有这个业务啊 因为毕竟作业子这个生意呢 在马来西亚 它不能够说是新 但是也不会说太久 我应该这样子来看 把现代化作业子方式呢 它应该是近几年或者这十年来才开始有有崛起的嘛 对对 早期的时候就像我说的 在我那个年代呢 应该都是 家里有老人家 老人家自己照顾他媳妇 或者照顾自己女儿 生产了过 就怎么去煮东西给他吃啊等等 就是靠老人家一些智慧 那在什么状况下 会延伸了这样子 把它变成一个生意来做呢 可以请问两位 谁来答都可以 没有问题 应该是由我来答吧 可以可以 都说我是Jenny 我本身在从事幼教已经十多年了 然后本身就是这五年来成为一个游戏治疗师 发现好多年轻母亲不懂怎么管教自己孩子 还是不懂怎么教导自己孩子 来早上我的都是可能三到四岁的孩子 完全没有那个眼神交流啊 然后interaction也是没有啊 然后我就想到 不然我们从月子中心开始 怎么去教育父母 怎么带领孩子 怎么教孩子 因为在培育中心的时候 我们是以教育为基础 OK 然后是我们就会分享很多教育方面给父母 让他们知道怎么去培育孩子 因为很关键期嘛 孩子一出事 其实以前的传统就觉得孩子 baby啊 婴儿是不觉得他们说很重要性 其实对我们这个教育家 我们读了这一行来说 其实零到六岁的孩子是很重要 尤其是他们刚出事那一个月环节 是很重要的interaction 所以我们都会把这个知识跟父母说 所以就是从胎教开始到幼教 这样子一路来教导上去吧 对对 所以其实在 那如果从胎教开始 那这个妈妈 对不对 这个我说孕妇吧 他们一般是生了过才到你们那边去嘛 对吧 应该不会怀着孕的时候到那边去 怀着孕的时候他们来问的时候 很多父母就是可能一怀了第三个月 就会来找月子中心 那么快 快三个月就去找了 对我们一度顾客都是这样 为什么呢 是有booking palm有床位吗 对对对 因为他们可以比较月子中心 跟月子 所谓的以前称呼叫月子婆嘛 回到家 他们可以听到很多负面新闻 可能现在面子书也很广啊 他们share的都是那种陪月婆 所谓的陪月婆 就觉得是个好介绍人就去他家 可是发生很多冲突啊 冲突是指哪方面冲突 因为来自不同的背景嘛 是 然后可能有些 我亲身体验的是 蛮多父母跟我sharing的是 她媳妇找了一个陪月婆 所谓的陪月婆 我们的阿姨 我们是称为阿姨啦 对对对 然后我就回到家 第一个星期就发现 为什么你的手指黑黑的 指甲黑黑 她说这样你之前是做什么工啊 她说我家种菜的 那对他来说 种菜是觉得以前的传统嘛 就打个电话 谁要做陪月 以他们的经验 我就到你的家陪月 可是现代的年轻人不喜欢啊 就是你的手指 你是种菜的 你对这一方面知识 好像不是很足够 如果来到陪月中心 我们有一个团队 很像我们的团队 当然我们有教育 教育的专业人士在里面啊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专业的护士 他护士就是我们邀请新加坡 在GH里面做的护士 都会来给consultant 他是固定在你们中心的吗 没有固定啦 就是consultant 就是有什么事情过来 然后我们会给talk 然后从中 孕妇啊 他那时候怀着孕嘛 所以我们就会教他们 你这几个月啊 应该做些什么功夫 筹备什么功夫 应该怎么抬教 都会教他们 他们都会在message里面 跟我们说 或者我们给个讲座会 他会来 就是总之他一签的配套 就是我们的责任 配套就三个月 就怀孕三个月过 就开始签配套了 如果他签配套 住进来的话 我们就会给他一个 很好的服务啊 哦 OK 所以一般上像这样子的 比较起来 像刚才说的这个 培阅阿姨啊 对不对 他们 我知道了 有些是挺专业的 就是说他们是专做 这种培阅的 并不是种菜那些的 那其实跟作业子中心的 比较起来的话 他区别是在哪里 OK 区别是 如果一个阿姨请回家 24小时都是同一个阿姨在做 阿姨煮饭啊 对 阿姨照顾baby啊 对对对 然后阿姨需要休息的嘛 然后就会把baby送回给妈妈 妈妈已经很累了嘛 这个是其中跟妈妈跟我说的 是 然后到时间了 阿姨说我又来照顾了 就是24小时 其实阿姨都要再做工 然后而且培阅的时间是28天嘛 嗯 所以你看阿姨好累哦 嗯 可是我们培阅中心不同哦 是有不同的人 我们有走shift跟不同的 有阿姨自己煮 阿姨煮饭的就不来照顾孩子 我们有分department OK 然后照顾baby的 跟照顾母亲的 我们也会分 嗯 就是可以说母亲来到就是休息 OK 然后我们都有专人来 就说service服侍他们 明白 所以就是妈妈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24个小时都有个零 这样子给她按 然后就想说 阿有服务要 需要服务 有事没事就按你按零 有阿 我们都会 我们已经 如果我们真是做这行 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服务在那边 其实妈妈不会 24小时一直按零的 妈妈也是要休息睡觉 她就打个电话下来 诶我的奶帮好了 请帮我拿下去 或者是我们阿姨会教他们怎么去做 然后我们到中时间一到 我们会去嘎收 他们就住在里面吧 对对对对 所以像他们的这个小baby呢 是跟他们一起睡吗 还是分开晚上 我们因客人要求 不过我们都分开 baby是在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婴儿房 baby都在那边 可是我们很提倡母乳嘛 我们都会时间一到 我们会送上去给母亲 这样让母亲自己哺乳 对对对对对 然后如果真的母亲面对一个问题 就pump 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 的话就很难 普通来 然后都会有这样子的服务 我们我们从一个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就是坐月子这件事情 其实是不是一个必要 因为据我所知 有一些 有一些族群或者怎么样 或者外国人 他们可能没有很看重 坐月子这么一回事 好像只有华人 或者在马来西亚 或者东南亚地区吧 我这样子讲 可能会比较关注这个点 马来人他一样有他的 这个坐月子的这种方式 和华人的可能不一样 但是在国外有一些那种外国人 他们好像根本不看重 坐月子这么一回事 所以是坐月子是一个必要 还是说他可能只是一个传统 而是这族群的传统传下来 所以就跟着坐而已 他并没有是在一个科学认证 他必须必要的 其实这几年 很多医生的提倡坐月 真的很重要 其实说外国来说 以前是不流行 因为是传统的东西 其实外国人的 一是天气 二是他们的构造 三是他们吃的东西 身体构造应该都差不多吧 有时他们的体质比较高 还是什么 就是股脏那边的分配 对不对 我们华人比较娇小 比如来 然后如果你 这几年研究 其实外国人现在都会要说 吃药材 都比较知道中医的东西 他们都会要坐月 所以坐月子是从中医这样子的概念开始吗 对 那马来人坐的坐月子 跟我们华人有什么不一样 对 我也是 我也是做了蛮多的research 我们有一个团队 也是马来人 就是他会是 跟我们就是乌鲁 他们说Gagag traditional乌鲁 然后他们说也是有这样的坐月 然后他们吃的餐也是跟我们一样 他们有用党生 就是药材方面都有 只是他们不用猪肉 他们用鱼来吃跟鸡 他们吃药材一样吗 他们刚才跟我说一样 他说有党生肯定一定有 他说如果比较不远 他们都是马来人都会吃到药材 是 我是听一些像以前的一些马来朋友 从他们身上就学到一些东西 他们有 他们叫什么 他们这个叫 有一个名称的 就是他们坐月子是一个名称的 然后他们吃的是他们的传统的药材 然后他们的乌鲁 还有 有用一些那种草药包扎 对那种包扎的 现在甚至有一些先体中心 美容中心 他们都有在做产后的硕生 就是用这种 符合马来传统的方式来做 所以像你们也是有在这一方面 那就是说 你们照顾的客户群 不单只是华人 还包括马来人 你们也可以照顾到吗 目前没有马来人 因为我们有用猪肉 可是我这一个 Service的嘎嘎 他很有兴趣跟我们配合 他说其实马来人 也蛮多喜欢培阅 他们是上门 他们就是嘎嘎 他们是上门 跟送月子餐给那些马来人 可是他们没有说 陪在那边 就是他说这个市场蛮大 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做月子的整个概念 是从头到尾 应该是怎么样做月子 就是做月子 妈妈就是要乖乖听话 不听话就编 其实中医跟我们 还有我的那个 consultant护士都说 其实母亲一生了 五脏都已经分离了 因为孩子在你肚子长大 她是挤得上去 我总之她挤着 她子宫这样子往上挤 所以五脏会挤在一起 就会分不同 一位 当你一生了出来 你的五脏就要归位 所以要休息 躺着 然后你的脊椎骨 也要很好地休息 累了九个月 对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 把它全部要调好 调理好 把五脏全部归位 通过吃来调而已吗 吃 乌鲁也是有的 他们所谓的推拿 推拿 都是有的 OK 然后有没有做一些运动 残后运动 那些什么 暂时不做运动 瑜伽那些不适合 过后 看你开刀的话 完全不能动先 我们有分自然生产跟开刀 那其实我有个疑问 就是 台湾非常著名的这个小S 对 结婚了过后 然后坐月子 靠坐月子来瘦身 甚至我看过有些人 其实他在生产之前 他都是蛮胖的 但是生了宝宝 坐月子了以后 反正就更瘦了 可是他们又不运动 他们只是吃 为什么他们会变瘦 这就是我们培育中心 有这个 我们的传统 其实吃方便 给他排肿 消肿 消肿 其实孕妇是肿嘛 之前怀孕的时候 其实是排水跟消肿 而且还要排出体内的一些残留物 对 饿路 对 因为现在的科技很发达 其实饿路不是很多了 因为医生的跟他清到很干净 不过还是要再排 因为如果不排出来 可能会造成 比如讲像可能 有一些癌 听说可能会引起一些癌症的问题 这个是没听说 事实证明 事实证明是有 是吗 所以我们会跟父母说 坐月真的很重要 调理身体方面 以后你的 富病 妇女病 其实都是坐月子做到不好 才有累积那个妇女病 一般所谓的妇女病 会是从坐月子那边来 会是什么样的妇女病 也不一定是说对 个人体制 对 就是中医方面跟我说 女人一定要生 生了过后 其实就是重生 把自己的免疫系统 再重生 重新调整 重新调整 就是他们说 为什么有些女人 一生了过后 为什么你生了过后 那么美丽 小S那种 其实是她 排到好 然后调理都很好 重新自己免疫系统 跟新陈代谢 重生 他们就是说 重理调理过 所以如果身体不好 球子你可以考虑去生一个 我也是不想 我开始想要去接种 生了一个过 就会变漂亮 然后变苗条 又变成好了 要调得好 要调得好 前提是要找对 座位子中心 对 就是我们妈保肥月中心 是 可能我觉得 Janny 你这里可以 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有分 前15天 后15天 它是有分别 因为每一个 尤其是那些 所谓的妈妈 所谓的满月过后 其实他们的身材 受发我们那边出来 都是比较苗条 可能可以讲一下 有排水什么东西 是啊 有调的食物 很像我们一开始 第一个星期 其实父母来到 是要排 先排 对 不能说吃补 所以要轻调补 是先轻 然后调才补 对 对 所以不能乱乱来 就是说可能 我们比如 我们月子中心 有做了这个research 我们知道怎么去调 全部已经规划了 就是有那方面的知识 所以我们知道 怎么排 怎么清 怎么调 可能就是你说 传统的作业 阿姨 可能他们 只是根据自己传统 接下来的东西 有些可能也不懂 几十排 几十什么 我们还不懂 所以你们用的 都是一些 跟着科学 根据的一些数据 来做的 那有没有运用 还采用一些 沿用传统的一些 知识智慧来用呢 有有有 哪一方面 哪一方面的 推拿 推拿是比较传统的 推拿 然后吃方面 其实也是照着 就是可能 一开始吃猪肉 不给鸡肉 因为猪肉要补些嘛 然后还有传统的说 一开始不能吃鱼啊 这种我们也是 照着传统的东西 吃方面也是 排着他们应该要吃什么 不能说一开始就吃鱼 不能一开始吃鸡 吃这方面是什么样的根据原理 比如说你说一开始 先吃猪肉 然后先吃鸡肉 然后这样子 毕竟比如说像买人 他没有吃猪肉 所以他一开始没有猪肉 这样子 所以什么原理要这样子 这个就是跟你说 它是传统 传统 那我另下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吃素的人怎么办 他们吃素的 他们就是吃菜跟喝汤 喝汤 菜汤 补的回来吗 补的回来 就是不用肉也一样补的回来 对对对 那为什么要肉呢 就是传 你该说有什么传统跟不一样 对 传统就是要用鸡啊 用什么排着去 所以是有的选择 有的选择 对对 OKOK 因为我的情况是 我妹妹是吃素的 她吃全素 所以那时候就很好奇 他们做了作业子 然后那个就请 那个他们的作业阿鱼呢 就他会煮素的 他会煮 他做过作业子吃素的 所以就能够煮了 然后我们一般是有吃的 这边很流行吃黄酒鸡是吗 对对对 黄酒鸡 煮小醋啊 对对对 我们我们 我是 我们在沙拉越的 吃的是什么呢 那种叫 Gachama 这样子一个东西 它是属于类似黄酒鸡 但是它放了很多很多很多药材 的那种碎片 所以是连那个药材都吃下去的 所以煮出来是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一般那个 你一定要用鸡用那种来煮 他就煮 煮的特别的味道 也差不多还蛮好吃的 我自己都去吃了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 有一点特别 就是我不知道做 吃素和吃这个荤的 他们作业只在吃方面 有没有大差别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作业 他是吃素的 他是吃很多青菜 然后汤那边就是喝很多药材汤 就拼命喝汤 拼命喝药材汤 是以汤来补啦 对 其实 其实作业就是 说真的就是药材最重要 是 所以作业是28天 不是30天 我们放28天 我们放28天 这个又是因为传统 28天嘛 不过我们面对的是有些新加坡客 没有满 我们新山区满靠近新加坡 他们想要求40天 啊 40天啊 对 是为了不想上班 是不是 因为他们跟我说 其实 他们因为28天不够啊 回去还是很累啊 有时 可以直接到40天 他们的婴儿有人照顾 所以是主要婴儿有人照顾 不是因为自己 自己也调啦 他说自己也要调 有差别吗 28天40天 是有差别的 我问了中医 他说 调理嘛 休息夜久也好 这样不如申请一年了 好不好 一年参加 我们普通人都要调理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要有点调理身体 因为现代人嘛 我们可能偶尔 每一个星期 每个月都要去喝一下药材糖 这样也是 你看这个有时候 养生嘛 我觉得这个性别很不公平 有点性别歧视 你看女生的生产 有产假做一个月28天 然后男生 这个产假还要那边去争取 争取的来头好像没有到现在 都让你爽了 你还想要怎样 哇爽了 真的过 那也要是要休息吧 老婆生孩子也是很累的 好不好 是不是 这也是心惊胆跳 你说了 现在其实有男人可以申请产假 你可以陪老婆三天产假 对啊 我就说了 很辛苦了 都有三天了 你还想要产假 不是可以哪一个月吗 之前在讨论这一个月 应该是这样子吧 不过你一个月 你要想想你们两个生活 未来怎么办 因为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没有 这是有新假 产假都是有新假 是 不过其实我 还是有问题想要问 因为据我所知 我听说 这个坐月期间 是不能够洗澡的 现在这个传统还沿用吗 我们不沿用 我们一定要洗澡 保持卫生清洁 所以洗澡可以用干洗 不要干洗哦 其实 其实你在厕所 现在很多有烧的烧水 我们都是包那种大风草 这个传统嘛 这个还有冲凉 也是不能 对 对 也是药材啊 然后 就是快快冲 你不要给它吹到风 你冲好了就出来 洗头我们也是说可以洗 你一洗了快快吹好 吹干 因为传统以前的人嘛 没有到吹风筒 对啊 也没有说heater啊 这么 所以我们这个要改变 这个就改变传统 其实是卫生很重要 如果你的头发不洗啊 很油腻啊 身体方面不清洁 你要喂奶的时候 会 baby细菌感染 它有细菌感染 这个是一个 科学根据的东西嘛 是是是 但中医那方面是 觉得是OK的 都OK的 就是有中医师 我们问的中医师都OK的 OK 所以现代科技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 有更多的这个改进 可以让他们 更有效 或者是 更卫生吧 让baby和妈妈 母子母女 都能够更平安 安全了 是这样子 对 那其实在 在做这个生意 你们在这个行业 有多久了 其实 妈宝嘛 对 我们筹备了 应该有一年多吧 Mr.Kin 我们筹备了一年多 然后拿了很多资料 然后因为 因为本身 我这是在幼儿系的嘛 是 OK 然后我就觉得 问了很多人 拿了很多资料 觉得可以做 我们筹备了一年 然后我们如果说 运作了大概有 12月开始 半年了 半年运作了 所以反应怎么样 都很好 反应很好 而且因为我们的月子中心 很注重在 privacy 我们不说把母亲的照片 放在我们的Facebook 我们也没有把 baby婴儿的照片 放在Facebook 我们只有给 command放在Facebook 然后这个保护 就是privacy 然后妈妈其实 坐月那段期间 不喜欢拍照的 所以就是 你们的那个房 那个 就房间和房间 都是一间一间房 对对对 我们很privacy的 就是个人个人房 所以就是妈妈 妈妈之间是不认识的 她不知道隔壁有谁 她还以为 想说 你们可以下楼 下楼 我们有楼上楼下嘛 他们可能 可以聊天啊 没有啦 自己在客厅 如果你们要下来客厅 你们自己下来吧 然后 而且我们有给 给talk的时候 就是给 Sermina的时候 他们就一起 可以getter在一起 一起听 可是 也很少父母要下来 一起聊天的 我们看到 为什么欸 因为在房间要休息啊 我以为 我以为选择月子中心 是因为不孤单寂寞 看啊 看个人啊 我们是看个人啊 你们要聊天就聊 可是我们还是要说 privacy比较重要 因为每一个家庭 来自不一样的 然后可能有 他的先生要来陪伴他 对 可以在房间陪伴 就是先生也可以在房间 就是可以陪着他老婆 住在那边吗 我们有两种配套选 还有配套 就是双人房 还有单人房 这是酒店配套啊 对啊 其实就是酒店是方法 做配套啊 其实现在都是这样子做 是不是 所有叶子中心 对 其实这个叶子中心 在台湾已经 二十多年的历史啊 对对 我知道在国外 其实是已经很普遍了 但是在马来西亚 应该近十多年来 才开始慢慢 有人在去做 专业的方式去做 对 不是用传统的 因为过往呢 就像我说的 都是用传统 因为毕竟在马来西亚 没有人会想过 把它变成一个生意 直到开始 有第一个人做的时候 就开始慢慢 原来这个是能做的 是 尤其在中国 我知道中国那边 现在更多 发展的更多 你想想一下 中国人口有那么多 几十亿 十多亿人口 十三年五亿 你再除一半好不好 你七个亿的人口 是女生 好 你再除一半 三年五亿是有结婚的 再除一半 还只有一点多亿会生的 对 你做了一点多亿的生意 你看想象吗 对不对 很夸张 如果进那个市场 真的很好 但是竞争也很大 肯定啊 什么生意都有竞争 是 那回到我们这一边来说 可能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就是回来我们会从这个市场生意的角度来谈这个东西